大家好,我是凤琪 我们这个棚啊,终于要完成它的使命了 上面还留有一些这个番茄呀 等会儿让工人来挑一挑 把这些长得还可以的 挑掉以后呢,就开始拔样了 尝一尝 这个不是特别熟啊 但是番茄味还是蛮重的呀 清子甜的 看到没有,这个汁水往下滴 这是我们种的这个高块的水果番茄 哪怕到最后了,它这个甜味呢也是比较浓郁的 其实说实话 像一般这个番茄呢 结一个七岁果八岁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你看我们的 一岁果 二岁果 再往上 三岁 四岁 到最后 五岁果 咱们就已经把这个头给它打掉了 像我们家这个番茄呢 最多呢只结五岁果 这可不是说咱那个种植水平不行啊 还是为了保证那个番茄呢最原始的口感 虽然别看这个个头比较小 但这个口感说实话真不错 像这个棚的番茄的话呢 从四月份开始成熟 到现在呢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 虽然也已经完成使命了呀 在这种棚的话冬天是非常合适的 但是相对于夏天而言呢特别热呀 你根本就不想在里边多待一分钟 不过接下来就好多了呀 把这秧子给它拔掉以后 这个棚就暂时先歇两个月 到这个八月底的时候呢再开始去定制 这个秋茶番茄 那个时候温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呀 再吃一个 好了 咱们这个下期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孟琪 今天来到这个河南省最大的蔬菜研究院 可以看到吗 在我身后呢有这个近百个大棚 但是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他们这个大棚建的时间还没有多长时间 为什么这么脏呢 远远的看过来有点丑啊 尤其是离近看了以后 这个大棚上面呢全部都是泥浆 可以看到吧 这是什么情况呢 被人恶意搞破坏了 其实不是啊 这个呢应该是最古老的降温方法了 因为夏天这个天气比较热 在这个棚膜上面去喷一层泥浆的话呢 它可以遮挡一部分阳光啊 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啊 当然大家尽量还是不要把这个泥浆喷到这个防冲网上面去 你看稍微不注意 上面也是比较脏的 当然了 现在的话很少有人用这个方法了呀 像我前两天说的那个一般都喷这个降温剂 一呢它是白色的也比较这个干净呀 再一个它那个经过雨水冲沙 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残留物了 但是像这个泥浆的话呢 它还是比较脏的呀 最主要的一点是它的作用呢 肯定不如降温剂好 因为它的就只是起到一个遮挡阳光的作用 毕竟按照我们这号说都是说这个 钱花难哪得劲 当然这个作用就是因为它这个成本是比较低的呀 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工的成本就可以了 毕竟像这个泥土的话 它肯定是不要钱的 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泥浆的作用了吧 好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孟琪 看我在这个蔬菜研究院里边发现了什么 像前面呢是这个咱们正常生长的番茄 但是像这些 可以看到吧 自封顶番茄啊 有人见过没有 众所周知啊像番茄黄瓜一般都是一个无限生长形成的 但是今天这个番茄不一样 它叫自封顶番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番茄你不用管它 你不用给它这个去头 它自己只结三岁果或说四岁果 结完以后呢就不再生长了呀 但是看这个产量还是非常可观的 你看一岁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岁果八个 二岁果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 三岁果一二三四五 基本上说每一岁可以结一个六七个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像这样的番茄呢一般一株上面可以结将近二十个番茄啊 并它的个头呢还是比较大的呀 一个单果重量有这个半斤 所以说这个产量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很多朋友问了 跟这个其他番茄相比 你看像其他番茄可以结一个六岁果七岁果 它只结三四岁 它的特点在哪里呢 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它的特点就是方便管理 在我国的新疆 应该这种番茄是比较多的呀 它三岁果呢是可以形成同一时期一块成熟的 大家想想看 我把这个番茄种下以后我就不用管它了 等成熟的时候呢直接机器收割 三岁果全部收完了 这样一来就比较简单了 我感觉你想想看 你只需要这个前期栽苗中间这个照顾它 到最后一块收获了 也没有像这个普通番茄那样 你每一岁都需要这个每天去采摘 采摘完以后摘老爷打菜等等啊 这个工作量是比较繁杂的 但像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一次就可以了呀 一次收获 是不是第一次听说这种这个种植方法 大家觉得这个番茄的前景怎么样 好了 朋友们咱们这个下期见了 我再去看看有没有其他一些更加稀奇的东西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孟琪 这个时隔一个多月 来看看咱这个金丝利瓜长得怎么样了 进棚以后密密麻麻的呀 全是这个南瓜 因为这个南瓜它是不分主慢和侧慢的呀 是不是啊 它长得是非常旺盛的呀 像咱们一般呢也是这个双慢来整支 就是一坑上面呢只留两个慢 看看 这个丑瓜长多大 基本上也快成熟了呀 故意再有这个一个多星期左右 就可以去食用了 至于看这个瓜怎么样才算成熟呢 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木质化越严重 证明这个瓜越熟 等它呢完全木质化以后呢 这个南瓜是非常好吃的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南瓜 它这个甜度特别高啊 你啥都不用干 直接一蒸就可以了 这个品种的话呢也是非常昂贵的呀 所以咱们今年的话种的也比较少啊 种的有这个一个棚 说实话这个南瓜种大棚的不多呀 尤其像这种吊万来种植的 但是这样的话呢 它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管理的呀 因为我们也是这个第一次尝试在大棚里边去种南瓜 所以说它这个间距呢 当时已经是留的比较宽了呀 但是现在看来的话还是有点窄了 不过最基本的通人呢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是有点拉的话 咱们找找看有没有一个木质化比较严重的 带回去尝一尝 大家好 我是孟琪 咱们现在是来到了一个甜瓜的种植大棚 咱看有没有什么稀奇的品种 进来以后吓一跳 这个甜瓜种植还需要套蛋吗 走近一看不是啊 你可以看到吧 这个是葡萄的蛋 它们可能是做一个对比吧 有些套了 有些没有套 它们这个大棚给我这个最直观的感到就是说品种特别多 你看像黄的 白的 绿的 各种颜色的甜瓜 你看像这个瓜 它已经把这个败子给撑烂了 这是白色的甜瓜 米白色的 大家觉得这个瓜有多重 我刚见这个瓜看这个形状像有二斤 但你拿手往上一拖你就会发现 这个瓜特别重啊 像这个瓜的话估计最起码得有五斤 说实话吓一跳 像现在这个优质的甜瓜能卖到八九块 这一个瓜五六斤 一个瓜就五六十块钱啊 这个重量是非常可观的呀 走了一圈发现啊 它们这个全部都是紫蔓来接瓜 一般上面呢就这一株上面只结两个瓜 甚至说像这些比较大的瓜只结一个 你看像这个瓜 它有一个六七斤 走了半个棚 终于看到个头比较小的瓜了 你看 它们这一株上面呢跟咱们是差不多 一二三四五 它们一个上面呢最多只结五个瓜 一般都是四个左右 你看像这一株上面就只有四个瓜了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种甜瓜的时候 如果说想要这个品质好的话 肯定不能太贪心啊 像我们是四个瓜 像它们这样五个瓜也可以啊 如果说你瓜做的太多的话 这个口感肯定是达不到的 走着走着就遇到这比较熟悉的品种啊 你看绿宝甜瓜 前面是羊角蜜 它们这个羊角蜜个头是相当可观啊 看一炸一炸半 像这一个羊角蜜的话应该就有一斤 一斤可能还要多 大家觉得这个棚种的瓜怎么样 咱们下期见吧 我再去其他地方转转 拜拜